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 嘩 厲害了 曾志偉最愛的波波 官宣懷孕 嘩 厲害了 經手人是一個歌手 這個新聞 全天最多人關注 七萬多view 平時覺得幾千幾百 誰攪大你的肚子 咪神 王靜寧 波波 曾志偉 知道什麼嗎 我這一節也說了很多曾志偉的事情 因為我想稱讚他 稱讚他什麼 勤力 神經病 總經理他做了很多事情 另外他拍了一部電影 那一刻令人害怕 又說做導遊 走去做導遊 又走去拍電影 又跟甜柳姐 甜柳姐我小時候都很喜歡看她 我覺得甜柳姐很漂亮 現在的樣子也差不多 當然以前有一期跟朱欣一齊出來 行性感的時候 嘩 厲害了 真是棒 甜柳姐跟曾志偉 是否暗戀了別人很多年 又說是呀 那倒是 你喜歡的話 你就會 努力追求 曾志偉那個 彈性也很厲害 肥媽他也疼過 波波他也說 最喜歡 有很多事情玩 先說哪一件 波波被人搞大肚子 官孫懷孕 那麼厲害 近來拍了一個小喇叭 跟大波港姐說大波的煩惱 兩個都在鬥勁的時候 因為波波輸了 轉移陣地 在社交平台他威威吃雞 官方宣佈我懷孕 嚇得那些人全部棄襲來看內文 他就說 那個驚手人叫周慶哲 幸好不是曾志偉 周慶哲是歌手 他說他 空肌 彈結他 他都挺溫柔 是擊中了他的G點 哪個G點 他耳朵的G點 他說他 耳朵懷孕啊 標題黨 是這樣的 這個標題不是我寫的 這個標題是一份大報紙寫的 看完就這麼多人看的 我都被他引進去 沒辦法了 情歌王子周慶哲在澳門開場 波波呢 特意過大海去看別人 我都以為他被人搞大肚子 我馬上進去看 原來他只是耳朵懷孕 耳朵懷孕而已 耳朵懷孕而已 耳朵懷孕沒穿到嗎 耳朵 嚇死人了 沒事沒事沒事 曾志偉還是很厲害 曾志偉的樣子和年輕人都差不多 是很厲害的 這次掌門人說 跟舔柳朵子賽 舔柳朵子賽 舔柳朵子賽 很少在場上玩的 怎麼特意下去 是不是看中舔柳姐 舔柳姐 年輕人真的很棒 現在的樣子也是差不多 曾志偉的樣子和年輕人都差不多 兩個人的樣子都沒有怎麼走樣子 有些人真的走樣子走得很厲害 通常不是很漂亮的就不走樣子 但我覺得舔柳姐是很漂亮的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你也認得出的 年輕人的就是這個 曾志偉你也認得出 但有些人是認不到的 有些人是認不到的 例如 我也免得說 不好意思 不在那些 免得說 在那些就無謂說 總之有些人都走樣子 舔柳和曾志偉都是這樣的 說到 找到羅子逸 那些上去掌門人 挺好看的 我沒有看 我沒有時間看 我想看他們的電影 出租家人 導演 叫劉偉恆 是年輕人 曾志偉為什麼會接拍 為什麼曾志偉這麼有空 又可以做幕前 又可以做節目主持 又可以去宣佈 又可以去拍電影 又可以去做導遊 我稍後慢慢說 先說了為什麼會拍電影 叫出租家人 以劉牌家人做主題 說一些家人關係 原來導演的父親 是二十四年前離世 很想拍一些有關的家庭電影 疫情 他說見到很多人 不能跟家人見面 觸發籌拍這部作品 曾志偉是做主演 出品人和監製 是老闆 劉偉恆 導演 大讚前輩 很照顧後輩 主題曲 是草猛唱的 他說覺得自己很幸運 拍完收了才說 他覺得這個合作很幸運 你要收得才行 不過曾志偉 有些人說是好看的 有些人寫了影評 如果你是不喜歡曾志偉 那就不能說了 他真的以戲論戲說他演得好 添柳姐也說他演得好 說他可以一秒入戲 曾志偉的演技 一向都有了 看看有一套說 吳鎮宇在教人演戲 曾志偉演對手戲 《無間道義》 曾志偉真的做了那些事情 但是那些年輕人 你看到那些很尷尬的演技 演技 以前那些演技 是很厲害的 除了現在的吳康仁之外 沒有那個等級的人 導演說想像不到可以聘請到曾志偉 只是做了老闆 還是做了監製 監製就是他找人 是啊 什麼都推銷一下 其實這套說法是對的 有人喜歡的 一個普通的導演 就覺得拍電影很貴 那些有錢人 曾志偉買一場馬 都說中過千萬 你無所謂 他想起這個故事 他很純真去想這個角色 誰做呢 他說如果曾志偉做就好了 結果經監製的安排下 認識到這個互不相識的曾志偉 他最初以為這些段數這麼高的前輩 要過很多關 誰知不是 看完合眼 合十五分鐘 他以為曾志偉睡著了 或者在想怎樣推 但是他突然間打開眼 說搞了 挺好啊 這個好玩啊 要成十五分鐘 很久 可能真的睡著了 他開開會 你說到哪裡 嗯 然後合了眼睛 突然 睡著了 不如睡著了 行了 搞定 這個好玩啊 這個 直接給了錢 出品人 感激前輩 肯出任監製 在製作前期 又不斷提點他 對 他們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始終要做老闆 如果你找些人回來不行 那就不行了 好像這次也找到陳家樂 也叫做拍開電影 找到很多人回來 草猛 唱歌仔 舔樓 做過媽媽 舔樓也稱讚曾志偉 說他成熟穩重 有總經理的威嚴 這麼厲害 說他一直以來在後面幫他很多 所以我剛才還說 你是不是暗戀人啊 那小孩沒有亂說話 好敢呢 都有的 幫人呢 是應該的 這樣 是 他說 其實 舔樓 感謝曾志偉多年來默默幫他 很開心 藉著電影的宣傳 上了掌門人的節目玩 當是報恩 就說曾志偉以前像個小孩 曾志偉以前像小孩 他的聲音是這樣的 舔樓很過癮 現在七十歲 變得很穩重 以前曾志偉 整天嘻嘻嘻嘻嘻嘻 不知道誰是爭誰是假的 現在的進數都是合法的 拍戲 能夠一秒就入戲 氣外呢 眼睛睛望著你呢 那雙眼好像懂得說話 有分泉 有腸經理的威嚴 行路有風 我比較喜歡解病後的距 這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記得甜柳說話 是 歹歹一點 誇張 這樣 這樣 說話大聲 誇張 很好笑 那時候甜柳拍過 少年方世玉 其實很有趣 為什麼我兒子說話這麼正 我媽媽說話很歹 其實是生不出的 很好笑 那些是特色 一個很 典型中國女性的樣貌 其實她的樣子 甜柳姐 是不是有點像拱利的感覺 有那種感覺 我覺得她漂亮一點 我覺得她漂亮的拱利 方方的臉 白白滑滑的那種 當然 現在人家是前輩 幾十歲 我沒有什麼非分的思想 沒有什麼非分的思想 不過我年輕 二十年前 都二十多歲 二十歲的時候 看甜柳姐和朱欣 還是很熟 那時候出來 坦空露背 哈哈 曾志偉 整天在片場睡覺 她睡醒之後 竟然可以接得到對白 她自己說 其實是因為長期欠缺休息 一靜態的時候 就特別容易睡得著 她一向都是這樣 曾志偉 我見過曾志偉是真人 我對過她一晚通宵 她自己不知道 我們當時做臨時演員 我們在星號拍賭錢 她還沒拍攝機的時候 她就睡覺 坐著睡覺 每個人都說不要搞她睡覺 最初對她有些好奇 但她全天兩三天都是這樣 沒有人理會她 一天幾天就醒醒了 這個人很醒醒 這個人 但一沒什麼事做 就睡覺 曾志偉本身是這樣的 這個人 挺有趣的 她說她 跟著劇本 讀劇本 看視頻 她說 以前沒有暫感 現在不敢睡 曾志偉被甜柳讚得很好 說她性格是反老頑童 是不是 不是 說她成熟了 反老頑童是甜柳 或者喜歡玩玩具 玩玩玩偶 還要看卡通片 是 好事 記得太多事情 不可以 不開心的事 會令人變老 現在笑著睡覺 笑著起床 不知道多開心 就這樣說 她倆都很久沒有合作 不知道為什麼曾志偉 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還帶人參觀電視城 做了總經理之後 你說她減少幕前演出 專注幕後工作 不是吧 電影又拍一部 還做監製 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出去 她的工作也很自由 另外也陪重要的客人打好關係 近日有內地網民分享曾志偉親自做導遊 帶他們領遊TVB的片段 即做導遊 這些都做了嗎 曾志偉真的有空嗎 現在沒理由這麼有空 人家去電視城 你找人招呼一下就可以了 參觀電視城 其實你找一個當日沒工作的小生 或者什麼 幫忙 找一些其他員工 一些PR都可以 他曾志偉自己來 他真厲害 他真是 人有很多面子 當然有小生在罵爆他 有些事情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你說他走了 老婆 拍過絕代雙嬌 那裡走了 他說他不知道在哪個女兒睡 那些很難說 不知道他是堅還是流 他說得 當他是先 不過是蕭先生的事 蕭先生把口說出來 那麼 那現在的人 其實他自己也承認 以前的人不要暫感 現在就是什麼 人有很多面子 我欣賞他 欣賞他勤奮 而且他剛剛做完手術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 微創手術 但起碼很厲害 那時候說什麼光雨映都不能接觸 掌門人是早上演 電影都拍 拍得戲都沒有教訓 上班又多想 他真的厲害 他可以搞到這麼多事情 這個女網民說 曾志偉 派車去機場接機 一路送到TVB門口 親自到門口歡迎你 帶個女網民油片TVB 是不是很棒的 那女網民 去到食堂吃飯 請食飯 那些TVB食堂很便宜 我請也不動 是很便宜的 那些東西很值得吃 那女網民說 期間見到不吹氣 又見到林峰 林峰 他說林峰是他的朋友 哦 那應該是大人物 這個所謂的女網民 又不是女網民 應該是重要的女客 應該是重要的女士 曾志偉這個任影不生氣 又送了TVB標誌的外套給對方 晚上還請他吃飯 很熱情 很好客 全天這麼空閒 這女兒真是很漂亮 片中的女網民稱 曾志偉要把合照發給她媽媽看 曾志偉認識她家人 這女兒不是簡單的 看這女兒的小紅書 說她經常曬內地豪宅 名牌 生活奢華 這個人很富有 不是普通人 又拍到林峰 林峰就回TVB 又拍到吳卓熙 曾志偉又要親自接見 這女兒不是普通人 那個飯堂不同了 我現在看到那些照片拍出來 以前也不是這樣的 那個水牌 真的變浪了變浪了 變成總經理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真的很好識 找位 左蛇右蛇 總之搞清楚 波波的肚子不是你搞大便行 哈哈哈哈 只是搞笑而已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